富里香农会在台九县的310.3K 是新开设了一家文青风格的咖啡馆 山点头咖啡馆 内装以清新的浅色为基调 大片的玻璃窗是正对翠绿的裙衫 天气晴朗的时候 点一杯饮品坐在窗边 可以尽情的享受下午的优先 咖啡馆还兼顾了农特产的贩售中心 在这里除了可以修气喝咖啡之外 也可以顺便的购买当地的新鲜农产品 带回家当班首例 墙壁上花槽以及小鸟的3D立体图案超习惊 这是富里香农会在台九县310K 处新开设一家文青风格的咖啡馆 山点头咖啡馆 我们所有咖啡都种在山上 就像我们的原住民荣包 他们非常的重视环境 然后他们要到山上耕作或是打猎的时候 都要祭拜祖民 祭拜三神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理念去告诉所有消费者 我有你有善环境 这个大自然环境点头了以后 你的工作才可以丰收 原来为了要帮在地咖啡小农设计出来的品牌 以及咖啡旗舰馆 希望透过这间店面以及品牌包装 让努力工作的咖啡农种出来的咖啡都被看见 那这三点头咖啡馆是属于我们处理箱 所有种我们的咖啡的这些农民 因为我们有一些小农民 他并没有自己的品牌 他不想要自己去伴授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农民 所以他们就把咖啡都交到我们 内装以清新的浅色为基调 大片玻璃窗正对翠绿的群山 天气晴朗的时候 点一杯饮品坐在窗边 可以享受下午的悠闲 咖啡馆还接农特产展售中心 在这里除了可以休息喝喝咖啡之外 也可以顺便购买当地新鲜的农产品 带回家来当伴首领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